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坐在一块儿呢,闲聊天 听了这前文书以后啊,就有好朋友爱的我了 说这说书呢,你这两天讲的这个觉儿太小了 这后宫里位分高的娘娘多了,咱得捡那大个儿的来呀 哎,您瞧我这人吧,他就不爱抬杠,脾气又随和 是不是,我呢,今儿啊,就给您捡一大个儿的说 那么,今儿说谁 哎,今天呀,咱们就聊聊这乾隆皇帝的慧贤皇贵妃高家世 那这会儿有好朋友肯定就得有疑问了 说这高家世啊,他大不济,也就是个皇贵妃 连个皇后都没混上,那你说他高,他高在哪儿呢呀 难道说他姓高,他就高吗 哎,您别忙啊,咱们先把这句话放在头了 这高家世啊,哎,您别看他位分只做到了皇贵妃 可是他呀,有一样,比您熟知的慈禧慈安家笑装 甄嬛如意未宴晚,那都强 而且呀,强的还不是一点半点 您看啊,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位老太后啊 他们刚进宫的时候,这位分啊 大用常哉贵人嫔妃都有 这入宫一始啊,位分最高的 应该啊,也就是这个孝庄文皇后 入得宫来啊,那就是妃子 到了后来,跺跺脚这大清国都颤三颤的慈禧老佛爷 那刚入宫的时候啊,也不过就是个拦贵人 哎,我这地儿是不是不应该用小职啊 蓝贵人,蓝贵人啊 那这高家世就不一样了 这高家世的初位 也就是他爷们乾隆啊,刚当上皇帝 就给了高家世一个贵妃的位号 其实这事啊,当年让我看来挺奇怪的 那会儿啊,初读宫廷史 我就琢磨了,这孝贤纯皇后啊 也就是傅察氏 后来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 被策略为皇后,那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在乾隆之时啊 这个傅察氏就是这宝亲王弘历的敌附近 可是啊,这宝亲王弘历 策附近有两个 一位呢,就是后来这贵妃高家世 还有一位啊,在乾隆的时候 他也是策附近 可是乾隆登基以后啊 却没被策封为贵妃 而是啊,策封为贤妃 那这位娘娘啊,咱们前文书讲过去了 这是谁啊 这就是这个季后纳拉氏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这纳拉氏后来啊,她成了皇后 可是啊,那是因为啊 这慧贤皇贵妃啊,她死得早 要不接啊,这替补皇后的人啊 还资不定是谁呢 而且我这么跟您说吧 这高家世的出身呢 她远不及纳拉氏 这季后纳拉氏出身呢 外八旗 虽然是下午旗 满洲香兰旗人 首先啊,人家来自大姓贵族 其次呢,人家是正身旗人 也就是说啊,在某种意义上讲啊 人家家跟皇上家是平等的 都是自由人 可是呢,这高家世他们家呀 就差点了 高家世他们家呀 虽然是上三旗 不过呀,他们是内八旗 也就是内务府三旗 说白了,是褒医出身 我们虽然不能啊 简单的认为褒医就是奴隶的意思 但是褒医呀,他自称奴才 也就是说呀 这些褒医呀,生下来 那就是皇上家的打工仔 要是论起资历来啊 确实这高家世啊 是比这个那拉世 哎,要资历深一些 这高家世啊 是雍正五年的时候 就通过这个内务府选秀 进了宫了 到宫里之后啊 就被这雍正皇帝 指给了 还是皇子的弘历 哎,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啊 这雍正五年 皇子弘历 在成婚的时候 也就是说呀 这个四皇子和这个 后来的皇后复查室大婚的时候 哎,在他身边啊 就已然有几位格格了 也有叫做官女子的 那这些女子是什么意思呢 是侍妾 这侍妾是什么意思呢 侍妾就是啊 可以和这个宝亲王啊 做一切游戏的女子 这几名侍妾呀 其中啊 就有着高氏 那要是这么一说起来啊 这高家氏 在这个宝亲王身边的资历呀 那要比后来的正牌皇后 孝贤淳皇后 还要早几年 这一转眼呢 就到了雍正十二年 早就应该啊 在去年冬天就举行的 外八旗选秀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耽搁下来了 这雍正皇帝降旨啊 这个八旗选秀 哎,从此呢 就要在春天举行 也就挪到了雍正十二年的春天 在这次选秀当中啊 这那拉氏来了 并且呀 人家晋德宫中啊 来了 要填充的 就是这皇族的媳妇 这雍正皇帝下旨 把这那拉氏啊 就赐婚给了宝亲王 成为了宝亲王的侧伏禁 可是呢 也就是在这个月 雍正十二年的三月 这雍正皇帝啊 也把这个 宝亲王身边的官女子 也就是侍妾呀 高氏 提拔成为 宝亲王的侧伏禁 也就是说呀 就在这个雍正十二年的三月份 这宝亲王身边啊 又多了俩媳妇 哎,这可是真媳妇啊 因为在满族 这侧伏禁呀 是侧妻的意思 是妻的不是妾 那奇就奇怪的 转过年来呀 这雍正皇帝驾崩了 哎,乾隆皇帝继位 这同时侧伏禁的两个人呢 一个为什么成为了贵妃 另外一位成为了贤妃 并且呢 是这出身呢 比较低的高家士 成为了贵妃 而不是那位正统正身其人的那拉士 那我现在呢 可以跟您交代一下啊 这当年我是怎么认为的 当年我想啊 这乾隆皇帝 那惹定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前帝旧人啊 也要分个先来后到 那和这高家士呢 他处的年次长啊 那所以说呢 感情自然就深 所以呢 在登基以后 才让这高家士的位分呢 略高于这那拉士 可是啊 随着后来多读了一些史料 我才发现 这问题啊 他远没有这么简单 您看啊 这有一尘子了 我在这儿啊 嘚巴嘚嘚巴嘚的 给您聊这后宫嫔妃的故事 这坐下来啊 我也得详查史料 要不就 咱们这隔三差五了 就开一对书啊 您说我拿什么跟您聊不是 在翻阅史料当中 我就发现 这高家士 在这儿啊 咱们得画个阔弧了 我得跟您重点的交代一句 虽然我这一句一个 这高家士 说的呀 挺过瘾的 那是因为啊 我怕您搞不清啊 咱们聊的是谁 必定啊 在这后人眼里 认知的这慧贤皇贵妃啊 就是高家士 不过这会儿啊 这高家士啊 还姓高呢 至于啊 他什么时候改姓了高家 一会儿啊 咱们就能说到 这高家士 能在雍正五年 或者是以前 就在这弘历的身边啊 那很有可能 是这雍正皇帝 有意安排的 直到这雍正十二年 这高家士 被指昏为 弘历的侧附近 这都是雍正皇帝 有意安排 最后 这高家士的位份 高于那拉士 所有这一切 这主要的原因嘛 那拼的 就是一个爹 那拉士的爹 叫纳尔布 他无非呀 也就只是个左领 那这高家士的爹 那了不得了 高斌 那后来的文元阁大学士 打这雍正元年开始啊 这高斌高了头啊 这官运 就算飞黄腾拿了 他历任内务府主事 苏州制造 广东不正时 浙江不正时 江苏不正时 河南不正时 江宁制造 江南河道总督 官制立不上书 直立总督 文元阁大学士 那又是什么事 影响到了雍正十二年 这雍正皇帝 直接把他的女儿 指给了宝亲王 做了侧附近呢 哎 这就得说到啊 雍正十一年的时候 这高斌正好熟理 江南河道总督一职 那一年啊 这江南的洞庭湖 潑阳湖 长江淮河 通通的闹了大水 高斌的这任河道总督啊 正赶上这趟大水 可是啊 这高斌在治水上边啊 他算得上是一位能臣 您看这个历史上啊 咱们评价高斌呢 一共给他三个职称 第一个职称呢 就是清朝大臣 第二个呢 有点丢人 是外戚 做来啊 这个外戚两个字 他不丢人 皇上家的老丈人 大舅哥丢什么人呢 可是这两种人呢 他往往啊 没有好的 可是这高斌不一样 他最后啊 还有一个头型 叫做水利专家 在这一任河道总督上啊 他不但在大灾之年啊 保证了河道畅通 并且啊 还积极组织救灾 没少挽救灾民积民 所以啊 这雍正皇帝一高兴 才把这位能臣的姑娘 再转过年来 提拔上了位分 给这个宝亲王 做了侧服劲 这乾隆登基以后啊 把高家士的位分 拔了一格 高于了 同时侧服劲的那拉士 成为了贵妃 这呀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话说这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啊 还没等到这个登基大典开始 就把这高氏啊 出齐了 这个出齐啊 您可别理解错了 这个出齐啊 可不是出齐为民的意思 是让这高氏一门啊 出了这个内务府的奴旗 抬入了满洲湘皇旗 成为了正身旗人 并且从此以后 不再是汉军赐给了满姓 高家士 也就是从这会儿开始 这一家子 从姓高才改姓了高家 这个户口本上的民族 从汉变成了满 当然了 那会儿没有这种户口本 它只有民人和旗人之分 当然旗人里 它也分高低啊 它分这个满洲 分汉军不是 那这乾隆皇帝这么做 那它也得有原因吧 嘿 当然了 随着这雍正皇帝的死啊 雍正十三年前隆元年 这黄河呀 又不消停了 这乾隆啊 也只能把赈灾治水的 这个重任呢 寄托在自己老丈人 这高斌的身上 当然了 这活儿它不是高斌 一个人干的啊 会同高斌 一起治水的 还有两江总督赵洪恩 河南巡抚 富德 当然了 这个领导团呢 是以这个大国战高斌为首 这高斌到任以后啊 就提出了治水的方针政策了 他建议啊 输去茅城铺城以下的河道 并于相应的位置啊 开河建坝 也就是说啊 这高斌呢 头脑清醒 他的治水方针呢 既不止输 也不止赌 他是既开河道疏通 也建堤坝挡水 这方针实行下去啊 立竿建了影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一高兴啊 不但升了这高斌的官 而且把这高斌的女儿 册封为了贵妃 喜欢看着宫廷文学的朋友啊 都应该知道 好像啊 没有哪一部 这个反映 清代宫廷 当然特指啊 是这个乾隆年的 清代宫廷故事 提及这个高家式贵妃来啊 是个正面人物 好像啊 都是反面人物 不是斤斤计较 就是公于心计 瞧不起这个呀 他害了那个 其实啊 在这儿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您说啊 人家高家式贵妃啊 人不这样 关于这些啊 咱们下文书还会说 再有一点啊 很关键 这高家式啊 寿数短 乾隆十年 正月二十三日的时候 这高家式啊 被再次进封 成为了皇贵妃 可是啊 这次进封 没有别的意思 完全是为了 给这病重的高家式冲喜 没过两天 也就是正月二十五 这高家式啊 就轰式了 这乾隆皇帝 赐世为 慧贤皇贵妃 那么为什么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当中 这慧贤皇贵妃 高家式 都被描写成反派呢 要想知道这个呀 明儿您就得早来书馆 因为啊 这扇着扇子 鼻梁子上贴着膏 歪戴着帽子 踏着着鞋 抢男霸女的大国舅 就要出现了 得嘞 今儿您早歇着 明儿您早来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还希望您呢 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